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露营度假 佩琪和她的家人开着露营车度假去了 早上好啊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赌爸爸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猪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沛琪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直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佩奇和乔治喜欢野餐 看 鸭子们过来了 别吃爸爸 我们需要拿面包去喂鸭子 好吧 你好啊 鸭太太 更多的鸭子来了 鸭子们的兄弟姐妹们都来了 又来了许多鸭子 这两只是鸭爷爷和鸭奶奶吧 这些估计都是叔叔阿姨吧 我们的食物现在喂完了 鸭子们 你们要跟我爸爸说谢谢哦 不用谢鸭子们 我喜欢鸭子乐园 是时候该回家了 我想知道回家最近的路该怎么走 向前始终执行 开到河里 哦 你确定吗 确定 请你开到河里 但是我们不能开进河里呀 没错 它根本就是在胡说 请按下蓝色的按钮 露营车就这样开到了河里 我们的露营车现在变成了一艘船 可是我不太希望这样 欢迎各位使用未来之车 你们看 那是小狗丹尼 还有他爷爷 你好啊 猪爸爸 你们好啊 继续开 到达下一个山坡 你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我们到夹了 谢谢你带来的美好假期 露营车女士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虽然出去度假很好玩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 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 晚安了 我的小家伙们 晚安